比尔 左 于沃尔 右 欧星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乌什金竹场迎战国王靠着攻守 两方面都有出色发挥 强格沃尔 周恩沃尔贡献全场最高21分9助攻 中场乌什以110比92轻取国王拿下三连胜 今日开场国王展现强大的侵略性 正中球星兰道夫Zack Randolph 多次低位单打得手带领国王在首节末段 打出一波10比3攻势 以32比25带着7分领先进入第二节 不过第二节乌什状态回稳 开节就打出一波15比1的小高潮逆转比分 并靠着比尔 伯格雷格尔 跳投命中逆转比分 半场打完 乌什以57比51领先 下半场开始乌什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比尔及格托特 麦兴 高达 接连得分 带领乌什打出一波15比3的攻势 将领先分数扩大至18分 反观国王第三节在禁区八投零中 无法突破乌什封锁 在第四节中段乌什靠着比尔及史考特 麦克斯格尔的三分球命中将分差拉开至20分 也让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中场乌什以110比92轻取国王拿下三连胜 国王方面蓝道夫12投4中 攻下12分9篮板 G 希尔 朱尔德 郁 贡献16分 4篮板 乌什方面沃尔手感火热 全场9投8中 贡献21分9助攻 比尔表现全能 攻下14分7篮板 7助攻 格托特拿下18分7篮板 格托特 麦连射 5篮板